大家好,欢迎来到三位书屋,我是志恒,每天为您提供新内容。 有的人认为,既然生命在于运动,那么运动就是健康了。所以,不少当代人为了追求健康,会选择跑步、游泳、健身等。 咱们回到逻辑学的本身,如果妈妈是女人,那么女人一定是妈妈吗?生命在于运动,运动就一定会导致健康吗? 不少当代人为了追求健康,就跑步游泳、健身,她们就一定能得到健康吗? 如果她们一定能得到健康,那么女人就一定是妈妈了。 而事实上,跑步者很多膝盖磨损,或者出大汗伤音,晚上失眠心计。 游泳者很多湿气重,鼻炎高发,容易出现湿疹、哮喘等。 健身练肌肉,则把身体内脏的气血耗到肌肉块上,容易外强中肝,免疫力差,心梗猝死高发。 追求健康,却偏偏偏适得其反。 什么运动没有隐患,真的能让人健康? 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跑步、游泳、健身等运动方式,选择了这种运动来锻炼身体,提升健康。 她们每天只花若干分钟,简单又轻松,就能高效补肾养胃,提升免疫力,降糖降脂,抗衰护心,预防三高。 案例一,坐标北京,肖明,公司高管。 应酬频繁,烟酒过量,紧张焦虑,常年熬夜,疲劳日渐加重,亚健康糖尿病。 练习这种运动一个月后,睡眠质量提高,精神状态好转,精力体力充沛,成功解烟,血糖良好。 案例二,坐标山东远州,蒸华铁路直弓。 黑白颠倒,昼夜倒搬,饮食不规律,肠胃差,常年失眠,心悸,速效救心丸不离身。 因为心脏静脉回流差,导致肺毛玻璃纤维化,乳腺有节节。 练习这种运动一年后,体质大幅增强,体检显示心脏健康,肺毛玻璃纤维化消失,乳腺节节消除。 案例三,坐标,北京协和医院,正超强,协和医科大学教授,中国医学教育学会副会长医学态导。 对于成人,86岁已是暮年,浑身疾病,耳聋眼花,行动不便。 除吃饭睡觉,基本什么都做不了。 但正超强教授,86岁,仍能精神饱满地坚守岗位。 睡眠改善,身体健康,精力充沛。 多年心脏问题得到缓解,他认为这都要归功于这种运动的练习。 案例四,坐标温州,温鹏飞,医疗机构经理。 成年奔波,工作忙碌,精力不足,疲劳困乏,颈椎尖周,长期疼痛。 在练习这种运动前,2月、6月时,三次使用德国专业检测仪器,对健康状况进行了跟踪检测。 结果如下。 黄,功能健康。 绿,功能低下。 灰,功能中等。 练习前只有底部健康,练习两个月,能量达到腰部,练习半年,上升到胸椎,脊柱健康全面提升。 监测总结,原本能量低下的颈椎段,练习这种运动后,恢复正常。 原本状态中等的腰椎,胸椎段,坚持练习这种运动后,健康程度大幅提升。 脊椎修复的同时,温鹏飞感觉他的肩周疼痛消失,而且变得精力充沛,告别了亚健康。 那么这种神奇的运动是什么呢? 答案是,无极太极站桩。 两脚并立,自然直立,两臂下垂,使手心贴近大腿两侧,两眼平视前方,心平气和,全身放松。 异想周身皮肉分离,骨肉分离,全身关节都松开,放松顺序是,先由上肢的两手食指稍结起,想象关节之间拉开了缝隙。 从第一节到第二节,依次竹节向上,使上肢之指指关节,腕关节,肘关节,肩关节,一节一节都拉开,使每一节骨头缝里都通上了灵气。 觉着似有小虫在其间爬行之蠕动感,即知想下肢,由足大直起,往上逐节拉开,直至跨关节,之后再想脊柱,先由围底骨响起,想第一节往下坠,第二节往上提。 如此一节一节往上响,拉开腰椎五节和胸椎十二节,直到大锥。 最后,二目向前平远视,后顶往上一领,下颚微向内收,颈椎七节全部拉开了。 这就是全谱中所说的,尾驴中正神灌顶,满身轻力顶头悬,然后再想周身之汗毛都张开,使内气与外气相通,视为毛孔呼吸法。 然后再想命门和肚脚,即先想命门后想肚脚,命门穴的准确位置在左肾右侧,右肾的左上角,一想命门穴,体内横隔膜就会自动提起,肚脚也就随之向后收缩,似乎贴到了命门穴上。 如果一时还没有这种感觉,可将意念停留在命门穴上,直到有了这种感觉为止,这便是息。 有了肚脚贴命门之感觉后,一想命门推一下肚脚,使肚脚离开命门,回到原处,这为之呼。 如此一拉一回,一收一缩,如同拉风箱一般,感到气往下行,直到小腹,再到会阴,到足心,到足大致,此为中定力如平准。 这种呼吸法,在全谱上叫做胎息,也叫婴儿息,此为太极拳之基本呼吸法。 胎息三次后,呼吸便如平时一样顺其自然。 就是钟表,要先上弦,然后拨几下摆,它才开始走动。 预备式如同上弦,而胎息则犹如波摆,然后就会自动走起来。 万动不如一镜,万炼不如一战。 炼无极太极战装功的人,每天按照药领站上一会儿,身体就会开始发热,气血开始活跃。 再过一会儿,生命能量开始增长。 在经络内更有力地运行,导致一些部位开始感到酸麻胀,气血能量增加,全身氧气提升。 经络畅通,身体得到更充分的滋养。 随后,身体内部的小火炉开始燃烧,体内的风、寒、湿、灼等病气通过排汗、打嗝、排气等方式排出。 炼太极无极庄功,提升精力,补充气血,身体素质由内而外增强,精力日渐充沛,头脑日渐清晰,做出更明智的决定。 生活越来越轻松,幸福。 战装的功效 练无极太极庄功,提升元气,增加气血,疏通经络,提升免疫力。 自愈能力就会增强,自动解决各种身心问题。 1.压健康 自身感觉身体不适,但西医检查却发现不了问题和具体病变。 常见压健康 乏力、倒汗甚亏,手脚冰凉体寒,消化不良便秘,小便平凡夜尿,慢性疲劳气喘,头晕健忘失眠,烦躁抑郁紧张,心气不足拖延等等等等。 西方角度,压健康因病因病因不明,无从治疗,而从传统医学的角度看,压健康则源于气血不足,心落不畅,腹脏功能弱,精力不足,练习无极太极庄功,则能改善。 2.虚弱 过度劳累,不良习惯,甚至手术开刀,放化疗,纵欲过度等,透支元气。 如果电气电量不足,虽然能勉强维持,性能已大幅降低。 人的生活质量大幅降低,则导致行动不便,乏力疲倦,消化不好,厌食,精力不济,失眠健忘等。 练习无极太极庄功,补充身体元气,弥补亏空,重新打起身体底子,告别虚弱,并走向强大。 3.关节 颈椎,颈椎腰椎,肩周炎,膝盖磨损等关节问题,采用运动康复,理疗,止疼药,封闭针止疼等方法缓解症状,治标不治本。 病根不解决,问题则越来越严重,花费越来越多,身体越来越痛苦。 练无极太极庄功,改变姿势,改善身体结构,清除病根,排除关节寒湿,疏通经络,气血滋养筋骨,使关节问题得到根本改善。 4.免疫力 经常感冒,慢性鼻炎,慢性咳嗽等免疫力问题,在传统医学属正气不足。 皇帝内经,正气存内,邪不可干,邪之所凑,其气必须。 身体正能量足,风寒邪气难以入侵,人就不容易感冒生病。 如果总是感冒,各种小病不断,则是正气不足,过路邪气都能轻易入侵。 练无极太极庄功,提升正气,增强免疫力,阻挡病邪入侵。 5.消化不良,腹胀积食,没胃口,便秘或腹泻等各种消化问题,可通过练习无极太极庄功得到改善。 从传统医学来看,和人体脾胃运化功能密切相关,很多无极太极同学先改善脾胃状态,然后清肝补肾,改善了各项指标。 6.妇科与生殖 痛经,月经不调,宫寒,更年期综合症等内分泌问题,在传统医学中,属腹脏阴阳失衡,气血不足。 练无极太极庄功,往往能起到良好康复效果。 杨威早泻,精子质量低等男性问题,通过练无极太极庄功提升阳气,补益圣经,从根本上改善。 7.寒失 熬夜,空调,贪吃寒凉,作息不规律,输液过度,很多人体寒,湿气重。 脾胃虚寒的人,即使身上其他部位温暖,胃部往往冰凉,一出汗或关节乏力酸痛。 因湿气多在缝隙处聚集,大便粘马桶,四肢发烂,西医往往束手无策,拔罐,刮纱,蒸桑拿等普通保健方式,偶尔可缓减。 但往往治标不治本,练无极太极庄功,提升阳气,送走寒食病气。 好了,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,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,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,和志恒相约,每天不见不散,我们一起成长,一起幸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